创世纪第十一章 那时,全世界只有一种语言 大家说同样的话语 他们向东迁移的时候 在市拿地发现一块平原 就住在那里 他们彼此说 来,我们做砖,把砖烧透吧 他们就把砖当作石头 又把石漆当作灰泥 他们又说,来,我们建一座城 造一座塔,塔顶要通天 我们要为自己立名 免得分散在全地上 耶和华下来 要看看是人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 看哪,他们同是一个民族 有一样的语言 他们一开始就做这事 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一切 就没有可以拦阻他们的了 来,我们下去 在那里混乱他们的语言 使他们听不懂对方的话 于是,耶和华把他们 从那里分散到全地上 他们就停止建造那城 因此,那城的名就叫巴别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混乱了全地所有的人的语言 又从那里把他们分散在全地上 以下是陕的后代 洪水以后两年 陕一百岁的时候 生了亚法萨 陕生亚法萨以后 又活了五百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亚法萨活到三十五岁 就生了沙拉 亚法萨生沙拉以后 又活了四百零三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沙拉活到三十岁 就生了西伯 沙拉生西伯以后 又活了四百零三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西伯活到三十四岁 就生了法勒 西伯生法勒以后 又活了四百三十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法勒活到三十岁 就生了拉吾 法勒生拉吾以后 又活了二百零九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拉吾活到三十二岁 就生了西伯 拉吾生西伯以后 又活了二百零七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西伯活到三十岁 就生了拿赫 西伯生拿赫以后 又活了二百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拿赫活到二十九岁 就生了他拉 拿赫生他拉以后 又活了一百一十九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他拉活到七十岁 就生了亚伯兰 拿赫和哈兰 以下是他拉的后代 他拉生亚伯兰 拿赫和哈兰 哈兰生罗德 哈兰在他父亲 他拉之前 死在他出生之地 就是迦勒底的乌尔 亚伯兰和拿赫都娶了妻子 亚伯兰的妻子 名叫撒来 拿赫的妻子 名叫密加 是哈兰的女儿 哈兰是密加和义加的父亲 撒来不能生育 没有孩子 他拉带着他的儿子 亚伯兰和他的孙子 就是哈兰的儿子罗德 以及他的媳妇 亚伯兰的妻子撒来 一同出了迦勒底的乌尔 要到迦南地去 他们到了哈兰 就住在那里 他拉死在哈兰 他的寿数共二百零五岁 医li 我 恩 油